自民国时期 俄国的西北这块土地 当时有一支军事力量迅速崛起 这支部队的号称青海王 宁夏王 他们就是马家军 现在大家说到马家军 都会觉得这帮人是土匪 混蛋 没有人性 但是大家可能忘了 马家军们也在抗战中为国流过血 当时的东北被张学良游戏之后 当时的日军 想控制我国的尤东的查哈瓦尔道西的宁夏 企图封锁内地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然而日本侵略着当时大举南下 副作义将军帅部多次痛歼日寇 然而当时控制隋盟地区 蒙古俄纪纳 阿拉善两旗的马鸿魁位置 可以称作作事战略要地 当时的日本人想要争取马鸿魁投降 当日本人的走狗 这样就可以两面夹击副作义 把副作义不全监随准 但是马家军当时部队势力很弱小 但是马家军没有忘记自己血管里流着什么样的血 坚决不愿投降日本人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爆发 当时国内人 民抗日情绪十分的高涨 马家军立刻宣布坚决拥护抗日 赢下的马鸿魁 当时带着部队 投入到了隋西战场 抵抗日本人 而在青海的马部防 也率领部队 保障龙海鲜的铁路运输安全 同时剿灭投靠日军的白连教 这个民间组织 1938年师长马鸟率领全体将士 从日北手中收复被占领村寨 乡亲们主动为送上万民伞 1939年的春天旅长马饼中 亲自带队渡河 马饼中率军团团围驻淮承 当时的马家军面对日军的坦克 大炮 只能选择与日军展开白任战 未生死 重挫了当时的日本侵略者 因为马家军缺少重武器 旅长马饼中死在了冲锋的路上 当时马饼率兵增援 前后两面加击日军 一共消灭日军一千多人 俘虏十余人 部队损失了2000战士 打出了中国人的硬气 马家军在抗日战争中 转战中国土地数千里 死伤将近数万战士 为我国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十分巨大 1938年5月 马家军的马鸿兵 被上司任命为随西战区司令 马家军的马鸿兵 主动承担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的防御 日本人的任务 1939年把元征四郎部进犯随西 马鸿兵的儿子马敦靖 亲自率领部队与侵犯的日军展开肉搏战 最终为随西战役取登开门红 1940年副作义率部收复武援时 马鸿兵不则作为右儿 当时以运动战逼迫日本放弃南线增援计划 就在我国解放之前 马鸿兵率领自己仅有的一万将士通电起义 投入了我国人民的怀保 MING PAO CANADA